一年前曾经在电视上自弹自唱劝势歌 走红的台语歌星黄秋田 这个月一号因为心脏衰竭病逝 而今天的暑假作业歌谣篇的单元 我们就要透过音乐人李坤诚 他所收集的老唱片跟文物 但您深入了解黄秋田 如何从街头艺人跃升到电视荧光幕 变成了独树一格的台语弹唱歌王 简单的乐琴配上说说般的唱腔 这样的曲调 让人仿佛走进六零年代的时光隧道 说起就好 这人是真无寬 当时回来台湾的 走唱一人出声 弹了一首好乐琴 配合独特的嗓音唱功 黄秋田所改编的劝势歌 唱出古早社会的人情百态和忠孝结译 曲调则是朗朗上口的歌载调 在本土歌手当中独树一格 早年黄秋田还演过电影温泉香的吉他 剧中的他背着一把吉他 加上长相俊俏 成为当时许多女性的梦中情人 所以手抱着乐琴 然后说唱着劝势歌的曲调来讲个电视的剧情 那个就是他当初的特色 汉泽的宗子抗拱 踱街摇的hop的疼大人 民國60年 洪秋田开始跨足电视 在台市的林区局阿公店 担任串场说书人知名度大开 这是一个人会生意冲突 民党在他们 tan�무 SAYU NãoWE에 想說我們用一個南部觀眾 非常習慣的一個音樂文化 所以他就請了黃秋田 每天來唱一段 阿光店是高雄縣岡山的舊名 劇中描寫一位當地的老人 開店給來往過路人休息 交織成了生活故事 黃秋田每每在劇情最高潮的時候 現身彈腔預告 吊著了觀眾胃口 原本只打算演一個多月的戲 應觀眾的要求 又加演了兩個多月 紅遍大吉小巷 阿光店找我們以後 後來的連續劇或是流行歌曲 會以它的元素 就是以劝勢歌的曲調的風格 在創造型格 還有對著台灣新舊地名的 連續劇主題曲 嘉慶君由台灣 唱出寶島的風土民情 如今還成為不少 小學生的鄉土教材內容 跟黃俊雄布袋戲一樣 黃秋田主唱的連續劇 成為很多四五年級觀眾的共同記憶 而他信奢你來的即興彈唱本領 也為台灣的歌謠史 寫下愚映如窮的一頁 記憶寧健身房換群 台中報導